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1月11号周三 美股尚未开盘 感谢大家来到First Trade 第一证券和美股市占学员联合国大 带来的线上公开课 美股期限早班车 今天的话我们会带来 比较有主题性的内容 关于23年的1月效应的一些选股 以及各股的一些布局 那还是一样的 简单的名字声明 我们就进入到一次的班车计划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 23年的1月效应 板块 以及各股布局 那这边简单的名字声明 大家选择自己观看 等同于上述的条款 那我们往年的1月效应的一个思路 其实非常的明确 无非就是这三个思路 那去年的1月效应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也非常的简单 对吧 非常的简单 之前我们也给过大家 如果说开年强 则强 或者是1月效应非常简单的一个 一个思路的一个选择 那开年如果出现 很强势的表现 自然而然 全年就会走强 因为开年有资金 愿意介入 说明市场是 有这个意愿 在全年对这个板块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这是我们看到 可能之前大家 一直以来对1月效应 可能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点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张图 我们之前分享过给大家 前一年 如果市场表现 不那么好的品种 往往可能会在后面的一年 甚至两年当中 会有不错的表现 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的明确 尤其是 无论大家怎么看 对吧 先看这个能源板块 大家可能最近比较熟悉的 能源板块 我们看能源板块 在22年跟21年 表现都是最好的 尤其是22年 刚刚经历的22年 我们看能源板块 Energies 那它是18年 19年 20年 天时地利人和 都是出现了 很差的表现 然后21年出现了两年 连续的不错的表现 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 找到的1月效应的 这么一个思路 那开年 我们看到能源板块 表现并不是最好的 因为能源板块 是前两年表现最好的 那前两年表现最差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这个是表现最差的 这里面什么股票呢 像Meta 像Facebook 这些就是Meta的 还有谷歌 对吧 这些类型的公司 表现是最差的 另外我们看到 还有Consumer Defensive 防御性板块比较强的 还有科技类的股票 包括还有房地产 都是弱于整个标普500的 这么一个22年的表现 标普500在22年表现是 负的18% 那只要比标普500弱的 那我们都可以说是跑输大盘 跑输大盘 那跑输大盘 自然而然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这些板块有可能 会在 接下来的 也是今年23年 会有不错的表现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 如果按照之前的惯例来说的话 如果前一年或两年表现 比大盘差的 会不会在23年会有好的表现呢 尤其我们看到第一个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还有这边 Consumer Defensive 当然Consumer Defensive 我个人觉得 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 这个亮点 而且包括都是一些很无聊的公司 都是高分红的一些 这个β值比较低的一些股票 很难走出Alpha 但是呢 像这个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里面以谷歌 以Meta 包括还有说是像 最近被收购的Twitter 甚至Snapchat 这些都属于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里面的公司 那可能这些 会不会有亮眼的表现呢 单从这张图来看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那如果说我们要再细分 再去细抓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在21年 同时还有一个板块 也是表现没有这么强 当然后面的话呢 是有居上的 这个22年 后来有居上的 就是生化制药板块 这个也是属于 我们比较看好的 一月效率的板块之一 对吧 为什么一会我再讲一讲 然后包括还有说 还有这个Material Basic Material 也是我觉得比较看好的地方 那其他的这些板块的话 我觉得目前来看 单从这个思路来看的话 是看不出来有特别的 一些选股的 这么一个必要性 在这里面 那如果从这个大的板块来看 从这个大的板块来看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里 以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思路来说 那开年强 则强 那开年目前 Year Today 什么是最强的呢 我们看开年第一周 现在是第二周 这个Basic Material 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跟美元周期有关系 那美元周期如果回落的话 大众商品还会有一年 我们说过23年 很有可能会是大众商品 继续向上的一年 然后我们看到另外一个 就是Consumer Citical Consumer Citical里面 有很多的大的科技公司 其实我们把这个点开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对吧 包括这里Consumer Citical 哪些股票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包括还有Real Estate Financial Industry 这些传统价值类的板块 都是有所联动的 当然这边我们还是以一个 前面几个比较明确的 或是比较明显的思路 来进行对比 首先第一 我们看到Basic Material 里面代表的股票是什么呢 按照这个Market Cap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最大的就是这个 澳大利亚的铁矿公司 然后还有Linder 这是英国的 Specialty Chemical 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看到这个 还有巴西的淡水河谷 还有FREPOMAT 美国的这个铜 这些都属于是基础原料类的 基础原料类的 那可能会是因为美元的走弱 包括经济的简单的这个回暖 那可能会带动 包括可能也是因为什么 黄金白银 这些带动也有可能 对我们说过白银黄金 也该轮到这么一个上升的周期了 无论是从图来看 从基本面去分析 当然这个我们接下来会后续再讲 对吧 那么看到基础原料里面 基本上是这几个 大的市值的公司在带动 而且这个逻辑也非常的清晰 跟美元跟经济周期 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的话呢 就我们看到consumer silico consumer silico里面 有500多只股票 这里面更多是属于可选消费类的 那跟经济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跟通胀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如果通胀走高 那对经济对消费是有负面影响 那我们看到这里面 市值比较大的公司 其实无非就是那几个大的科技 甚至互联网公司 那以中概为首的拼多多 京东 还有阿里巴巴 这我们看到表现目前是最强的 包括星巴克 最近都有不错的这么一个表现 那Amazon 由于估值的原因 还有特斯拉 这两只呢 可能还是会继续的对整个板块有拖累 但开年确实看到了不错的这么一个反弹 Home Depot的话可能有更多的价值 那也有更多的关注 那只要PE值呢 这边是红色的 我觉得大家都要小心为上 那这边我们看到前20的市值 其实都徘徊在50比脸或以上 那这个市值比重还是非常大的 可以看到这比基础原料要有更大的比重 无论是市值上对吧 还是这个个股的权重上 那这些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板块很有可能 如果市场今年要涨 要有逆转的话 那这个板块将会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板块 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板块 带动的是什么 消费 可选消费 带动的是经济 也对通胀是一个考验 然后呢 同时呢 也是市场的权重 所在的地方 那这些大市值公司 我们看到无论是汽车消费 酒店消费 还是电商消费 出行 旅游 订票 还有平时买东西 包括星巴克 这种属于是中高端 或者是平时外出 休闲消费 Nike Lows 麦当劳 还有这个Toyota 最大市值的汽车公司之一 当然这个仅限仅次于这个特斯拉 那我们看到还有Home Depot 这也是属于可选消费 Amazon 最大的电商平台 目前也是 市值是从这个 1000 也是1trillion 跌下来 1trillion跌下来 依然估值偏高 但是呢 我觉得这些板块 可能在2,3年 这里面权重股的话 可能不会有太差的表现 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这里面会有更多的机会 这里面会有更多的机会 因为这是唯一一个板块 我们看到在2,3年 这个21年跟22年表现是最差的 那里面最大的公司 大家也非常的熟悉 而且知道为什么 这些公司在21年甚至22年有这么差的表现 除了估值以外 当然更多还是因为传统经济消费 对电子这些广告 新媒体广告的一些冲击 尤其像奈飞 这也是被卷起来的 当然了 奈飞我们看到股价也是慢慢的起来了 如果我们按市值排列的话 前20我们只看前20 像伊甸 百度 这些还有网易 这些还有暴雪 这都跟中国有关的 那跟全球 或者说跟美国本土 北美有关的 我们看AT&T Horizon Comcast T-Mobile 这都是比较大的 Cellic Communication Service的股票 最大的话是谷歌 谷歌其实呢 在22年21年的表现都不怎么样 但能重新上来看 包括还有Meta 我们可以看到是有很大的 底部的这种形态恢复 包括还有Disney 迪士尼 那我觉得迪士尼也是在23年 会有很好的这么一个全球性的恢复 无论是流媒体 还是说线下 还是说这个电影 数字媒体 电影线下院线 传统价值这边的收获 可能会有更多价值的极限 那我觉得这些股票 也都看到了一些底部的行为 双底也好 做平台也好 甚至可能慢慢形成的圆湖底 甚至可能开启走出来的 上升通道 我们看到奈飞有个小的上升通道 T-Mobile AT&T 这都是有不错的上升通道 包括还有这一个是Mexico的 应该是墨西哥的 北美的比较大的一个电信公司 应该是墨西哥国有的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 还有暴雪 Chatter Communication Service 这也是属于美国的电信公司 那几大电信公司 我们看到都有不错的表现 对吧 那这个板块也是值得关注 对吧 这个板块也是值得关注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三个板块 都有相对应的 ETF 一个是基础原料 XLB XLB可以看到很明确的 在21年跟22年 其实跌了两年 23年呢 或是22年的年底 后半年开始出现转折 那23年有可能会领头 有可能会领头 跟它同类型的 还有XME 这个是Metal and Mining 然后我们看到22年 其实还是在冲高的过程 然后呢 更多只是冲高回落 在平台找到支撑 感觉这个势头还在 那Metal and Mining 里面更多可能是金矿 银矿 这些股票可能会更加 有张力一些 跌不动了 对吧 可能会有更大的空间 上空的空间 那这两个属于 基础原料里面 重要的ETF 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Consumer Silicone Consumer Discretionary 也就是XY XLY 这个ETF 也值得关注 也值得关注 也是在21年上冲 然后跌了22年一整年的 那觉得 觉得这边还是有比较大的空间 或想象力的 另外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LCL XLC XLC 这里面代表股票就是Meta 还有谷歌 那这些也都是在低位 如果说做长线布局的 不喜欢做个股 就喜欢买ETF的 那这三个 或许这几个ETF 我觉得是一个选择的方向 从我们刚刚给到的 这个前年表现差 或前几两年表现差 今年空间巨大来看的话 那同时的话呢 开年强 则强 这也是属于 一跟二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对吧 一跟二是相辅相成的 那我们看到开年强 则强 开年强之强 我们看到有了 对吧 也刚好跟二有相辅相成 同时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细分的一个地方 细分的一个地方 就是从这个开年的各大交易品种的 performance来看 ye to day 其实白银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 我们看除了这边铜以外 德国 还有欧洲股指 罗素2000 还有黄金跟白银 其实也是排在 开年表现比较抢眼的地方 尤其是黄金 对吧 尤其是黄金 那我就黄金起来了 白银也不会落后太远 对吧 也不会落后太远 而且黄金白银 此交彼长那个状态 最终两个还是 首先那时候互相追赶的 是一个状态 另外的话 就是我们看到除了白银以外 在整个二年恢复非常好的 中盖 也是我觉得 后续在二三年 也会跑赢市场的 当然这不是属于非常好的 一月效应的布局了 这属于是去年年底的布局了 比较特殊一点 但是我们依然是把它放到 一月效应里面 这个悬股里面 我觉得依然也是值得 大家去去关注的 一个地方 因为这些很有可能会形成 一个长远的持续的一个趋势 因为这个大的逻辑 依然还是在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选股的话 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希望看到的 那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另外的话 我觉得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板块 我们看到这边 我把它这个再补充一下 刚才我讲到的一个是 XLB和XME 还有XLY和XLC 这几个板块 我把它全部落列出来一下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先保存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一月效应选股的思路 开年强 则强 那这些都是开年强 同时刚好也比较符合 这个前一年表现比较差的 然后今年表现空间大 然后那生化制药板块 刚刚我可能漏讲了 生化制药板块也是 其实呢XBI 也是在21年22年 我们看21年冲高 然后跌了一整个21年 甚至在22年 整个年是出现 这个探底震荡做底的 那我觉得这个横盘了三个多月 那这边可以看到 这个是叙事待发的 横有多长 数有多高 那这边多紧 未来就是爆发性就多强 当然这个跟收购并购有关系 还是跟什么有关系 我不确定 但是单从这个图 或者是这个规律来看 我觉得生化制药板块 也可以作为我们 一月效应的选股思路 当然这个其实思路 从去年开始就有了 并不说只是今年的 这么一个思路 那中概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以互联网为首的 K-Web 这些都是作为选股的思路 然后另外就是黄金白银 Gold GLD 跟XLV 这些都是我们一月效应的选股的思路 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一些不可逆的交易品种 保值不可逆的交易品种 我觉得这里面 其实我不想讲太多 因为之前也讲过 当然这些品种表现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表现 包括可能不一定会有很强的这种趋势性 所以这里的话 不想耽误大家太多时间 或者说给大家做太多的误导 但我们之前是给大家讲过 这个大周期趋势性的选股 那除了白银以外 作为趋势性的选股 我觉得是很好的 白银黄金 这种长线的保值的品种 还有房地产 当然房地产 我觉得在23年 还是要值得留意 会不会有恢复国债 还有防御性比较强的consumer staple 刚才我们看到 也属于前两个思路里面 选股consumer discretionary 还有consumer defensive里面 可能受到通胀影响 在去年或前年表现比较差的 前年或前两年表现比较差的 这些可能在周期性来说的话 可能会有更多的保值 当然会不会走出更强的 或强于市场的表现 我不敢说 但这里其实是属于一个 大周期的一个保值的品种 因为长线的一些关注 长线的关注 这些我们给的中盖 中盖在里面包了两个ETF 一个是 我们看长线这些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去掉 好多这些我们就 像这些可以其实都不要了 像什么银行 XLE 还有这个生化制药 这个其实没什么用 我们必须不要它 我们留下来就这几个 好吧 其实留下来就这几个 一个是人工智能 Robotic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ETF依然是值得关注的 另外自动化驾驶 电动车 还有就是离电 那这些是不变的大趋势 当然呢 有些趋势其实已经走到了 一个末尾了 对吧 大家可能就不要做过多的关注了 对吧 我们把这个列表给改一下 应该是这里 这也是一些不可逆 不可逆的一些大的趋势的ETM 那我记得在二二年的时候 年初的时候 有同学提了一个ETM 当然当时也是一个大的 一个趋势性的一个ETM 就是SRK 同学在二二年年初提到的 当时一开始我没留意 后面呢 其实我们是一直在不断的把握 这个机会 那这个ETM 我们看到也是来回 从最低关注的时候到最高 也是翻倍有多 当然过程当中 好几次都是三五十%的 这种回报啊 那像这种大趋势性的 我觉得在二三年 依然还会有啊 还会有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三个 只是一个 小门砖 抛砖引誉吧 那大家可以再进行一些补充 对吧 像Robot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绝对是大的趋势 能自动化驾驶 这些我们看都是在二二年 有了很深的回调的 现在目前似乎想要止跌 或是在做圆弧底 头肩底 离跌的话可能差一点点啊 但是我觉得这些方向 依然是值得关注 值得关注 这些大家得可以去考量一下 大家可以考量一下啊 另外的话我们看到 这里 我们在19年啊 当时就做过 一月效应的 或者说这个全年的一个 十大展望啊 十大预测 那当时我们也做了 非常明确的 这个关于一月板块啊 效应的一些 哪里有价值 哪里有机遇 哪里可能会全年走强 一月效应会显著 包括二二年 我们看到也会有 是吧 二一年也是 二一年是我们对能源 对技术原料是非常看好的 非常看好的 然后二二年的话呢 当时我们也继续看好 能源技术原料啊 同时呢也看好银行 但是地产的话 可不看到确实 后面是不如我们意 对吧 但是通胀的话 二二年整个表现 还有白银 其实都还是不错的 新能源自动化驾驶 这些元宇宙相关的 其实都有不错的表现啊 那很可惜 二二年并没有说 能够像我们所说的 能够创新高到五千 最高是去到四千八 然后就下来 但是二二年这个牛市 确实是在二二年结束了 然后整个二二年 是开启了一个熊市 对吧 开启了一个熊市 那这是我们看到 之前我们做过的一些 年初的一些预测啊 当然这预测 呃百分之六十吧 只能说啊 不能说百分之百 全部都中 对吧 那至少我们看到百分之六七十 十条里面可能有 那么一个六条半 七条是对的啊 那我觉得就够了啊 随时我们也会更新 这一个预测 那明天呢 我们会讲更多 关于啊 十大预测的一些东西啊 另外的话 今天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预约效应选股 思路以外 还想跟大家补充的 就是一些 更重要的一些 各股的选择啊 那其实我们在去年 包括今年年初 一直给大家一些列表 这个银矿的列表啊 那我们刚刚说到白银 非常值得关注啊 非常值得关注 白银 还有黄金 是吧 那黄金的股票 这边大家自己去找 大家自己可以自己去找 非常非常的多啊 那白银的股票 我觉得可能爆破性会更强 逻辑非常简单 如果黄金起来 白银也会后续跟上 那白银可能表现会比黄金 要更强一些 β值会更高 涨的会更多 也会更暴利啊 所以我们更喜欢白银 在后面的后续的这个表现 所以要从选股方面的话 我觉得一个思路 白银银矿股 这边我们之前是给过11只 其中有三个是ETF 一个是XIL 一个是XILJ 一个是XLV XLV有期权 然后呢 XLJ好像也有期权 对吧 好像表现 好像这个期权流通性会更好一些 三个好像都有期权 对吧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白银 我们看这个趋势是非常明确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尽量找一些 涨的稍微少一些的 像这个周线图 可能才刚刚起步的 这些可能会更好一些 如果已经涨了很多的 已经是起来像XILV 还有这个SVM 这其实已经涨起来挺多的 短期如果是有50甚至翻倍的 这些可能暂时可以先放一放 我觉得这11只可以轮着来做 可以轮着来做 那结石的话我也会给一只 白银骨 至少一只吧 作为我们这个十大 今年十大悬骨里面的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另外的话 基础原料 当原料金属 XLV跟XME 里面我们也会给一只 那很有可能 那这会存 会在右 CCJ 或者说吸土MP 这两只里面诞生 因为这两只是我们一直以来最喜欢的 钢铁铜不是说不喜欢 只是空间可能较少一些 而且我觉得铝 也很有可能会在二三年 后续有很好的表现 铝其实在二二年表现不错 后面回调的比较厉害 那我觉得是一个好胜啊 之前我们关注的木材木僵 其实已经被收购了 翻倍的价格收购了 那像硅啊 我觉得半导体肯定周期还需要 再继续观察一下 但是像吸土啊 还有这个釉啊 这些其实都是 我们看地缘政治紧张也好 或者经济恢复也好 或者各国相竞争也好 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新材料 新资源 同时呢 还有铝 我觉得也会有很好的回调 上升的空间 因为铝的盘子还是比较小的 相对于说钢铁铜 我觉得可能有更大的价格上的波动啊 另外就是中盖 中盖当然这个里表 我们也给了非常多次了 而且之前也讲过啊 那原则非常简单 就是涨还未涨的 是吧 还未涨的 没有政策性的影响的话 像富途这些可能要远离 没有政策性的影响的话 涨的少的 未涨的 我觉得都可以后续跟进 最近我们给的是什么 DQ 从40块钱标一下 也不到48啊 那包括还有SIXOL 也是从这种从4块多 然后冲到5块 那这都是可能没怎么涨的 包括雷军系 其实我们看到最近涨的是 相对来说较少啊 那中盖 还有中盖的生化制药 也是大趋势 非常的漂亮 也找一些可能在低位的啊 像这个GRLCL 对吧 就两块钱啊 那随时可能回到45块钱 6块钱 都有可能 对吧 然时医学 那如果已经起来的 这些我可以觉得 可以再等一等啊 这个巴菲 这个是李嘉诚的HCM 也可以再顶制药 也不错 对吧 所以我们看到周线图 都放了巨量 然后呢 现在横盘 那随时可能会回到更高的位置 当然大家可以先选一些安全 这个安全边际比较高的 像GRCL啊 还有燃石医学 这个BR 这个BNR BRN BR BMR啊 这些都是属于蒸盖里面的一些选股 结合生化制药的选股啊 另外的话呢 我觉得还有三倍ETM 也是我们 比较喜欢的地方 那不 生化制药ETM 当然是我们最喜欢的 中盖也不错 那这两个依然是我们最最喜欢的地方 最最喜欢的地方 尤其股的话呢 在22年跟21年表现太好了 所以23年我们不做关注 然后23年还会有一个ETM 就是SARK和Teskill 这两个我们也会做后续的关注 是吧 后续的关注 那中长线超级列表 这里面有46支 那我也把这个列表送给大家 对吧 这个大家也可以在聊天这里 可以获取到啊 会全部发出来 那这里面的话 有更多更多的股票 我觉得是值得大家 各位一个一个的去深究的啊 一个一个的去深究的 那这是一个周线图 我们看到很多股票 都是从很高的位置 去年前两年跌下来 然后呢 可能没掉了一半 甚至更多的啊 那我觉得这些 都是值得关注的地方啊 当然有一些 大家可能觉得思路不对 那你可以把它剔除掉 那准备有46支接近50支 甚至可能接下来会开始更改啊 只会增加 对吧 然后呢 可能最后做一些删减啊 先做加法 然后就做减法 然后最后选出来的这些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对象 尤其基本面 我们先做了一些把关啊 那结合刚刚我们讲的一些东西啊 像snapchat啊 肯定值得关注 对吧 包括还有跟中概属性相关的啊 还有跟巴西属性相关的啊 然后还有跟这个啊 这个生化制药啊 消费类的科技成长相关的 我觉得都值得关注 而且像这种圆弧底啊 或是扎实的底部的 像robux pinterest 这些好的股票 我相信随着市场的回暖 这些股票会迅速的体现出来 他们应有的价值 很有可能是以限价的三五十 甚至翻倍的价格啊 迅速的啊 所以这里面这些股票 我觉得 值得我们去一个一个的去关注啊 那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的话 我们就不会说全部都去讲 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会在 美股实战学院发布 我们这边今年的十大选股 那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几个重要的板块 尤其是通过这个 一月效应的选股思路 出来的这个由上到下的 整个不断从大到小细分的 这个过程啊 最后损出来十支左右吧啊 作为十支必关注的股票 那也期待这十支可能会有 二三年 尤其是第一季度也好 前半年也好啊 会有不错的 或者全年也好 会有不错的回报 而且可能也会不断的去轮动 对吧 因为有些股票可能瞬间 达到了他应有的价值 有三五十个百分之 是这翻倍的回报 那我们有的换掉啊 可以不断的去换这个关注类的 不断去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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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选股啊 那接时的话 我们可能更多会放在 我们的中长线计划里面 对 换到我们的中长线计划里面 那这是今天想跟大家 共享的一些地方啊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 作为我们这个一月效应的 这么一个选股的思路啊 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啊 那这边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先告一段落 一会呢 我再留下来 看看大家有什么更多的问题 小蓝GPCC可以拨打 FIRSTU的客户专线 以及电子邮件 官方微信符号 FIRSTU的客户专线85